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诶 它在那边有出一个大胃王挑战 它挑战那种是要撕它准备的2.8公斤 5人份的热沙朗 然后限时挑战15分钟内 要把这个2.8公斤的热沙朗撕完 才算挑战成功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挑战 算是一个比较快时的挑战 因为它的份量其实没有到很多 但是它的时间偏短 只有15分钟 就等下就是我们直接用全力开始撕吧 我今天还有找一个高雄在地的朋友 一起来跟我挑战 这是我高雄的朋友阿冠 嗨 大家好 我是阿冠 它的YouTube频道是阿冠熊爱戏 他也是一个蛮强的大胃王选手 那我今天找到他高雄在地大胃王 跟我一起挑战这个限时15分钟的挑战 那我们直接开始这个挑战吧 Let's go 好 这碗超大的2.8公斤的 这碗超大的2.8公斤的 上桌啦 它真的超多的 然后这个挑战真的超难 我今天成功率可能只有3-40% 希望我等一下可以挑战成功 然后它的挑战规则是 它东西吃完 然后它的汤可以参加1 3分之1不用喝 汤喝到甚至1 3分之1就算挑战成功 希望我等一下可以挑战成功 这个挑战只有15分钟 时间非常的短 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快时挑战 那我们准备开始吧 3 2 1 5 1 5 5 6 6 5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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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5 1 要看不到 吃到運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还不到一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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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